前次的選舉試票 請問 離選舉只有最後20天了 你願意跟進嗎 謝謝 請連勝文先生回答 時間3分鐘 我想我們一開始 就已經提過 我們按照台北市選委會的 公告 來做財產的申報 那麼當然我知道柯先生 不管我們講什麼他也不會相信 就像柯先生講什麼絕大多數人也不會相信 所以我那時候有一個非常好的提案 就是我們乾脆請台北市的 會計師公會來查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們下禮拜一就開始查 我想查查應該很快 是不是 我們也不要說是法律的這個條件 特別的苛刻 不要說對你特別苛 就按照法律的標準 我們來查清楚 看大家的財產 不管是你的私障 或是我的財產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願意 我們可以這樣做 來昭告天下 可是我們事實上 從我提出這個建議到現在 你從來也不理我 也不回答 只是不停地說我有問題 我都已經跟你講了 我們有這個解決方案 但是你又不接受 讓我們覺得很遺憾 那麼我想這一次這個選舉 如果講到這個 我其實不太想利用浪費大家觀眾的時間 來討論選舉抹黑的問題 不過想一顆地瓜事件 我也是貴方陣營 對方陣營所提出的 就是貴陣營所提出來的 那包括現在最近這個 各位 這個我們貴陣營又提出了 所謂這個 竊聽的事件 更是令人覺得有一點遺憾 因為這個讓我想起了 過去我們吳敦營副總統在高雄選市長的時候 有這個假錄音帶的事件 也讓我想起了黃軍在選市長的時候 又有這個所謂走路工的事件 這一點其實讓我非常的遺憾 所以看起來真正在進行抹黑的人 其實並不是我 其實我本來就不太希望用這樣的方法 來跟您選舉 因為您曾經畢竟曾經跟我有過淵源 但是如果您沒有辦法約束您的部下 沒有辦法約束您的這些選舉同仁 來使用選舉詐數 那我們也真的覺得很抱歉 那麼說實在的 這次選舉本來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對於城市的願景 我們究竟希望幫台北市做什麼 我們如何做得到 那麼我想做得到跟做不到 這才是這次選舉的關鍵 我們可以用非常多美麗的字眼 我們可以告訴朋友很多新奇的想法 可是最重要是你要做得到 因為當我們今天走出了這個地方之後 當我們11月29號選完之後 台北市的問題 馬上你必須要上手去做 很多人還是在等著你 等著你來解決他的問題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最重要該做的事情 而這次選舉 我到目前為止不算廟會 不算造勢場合 我跑了652場 各種的不管是林里社區 連全台北市最高的地方 過去選舉沒有一個台北市長候選人 願意去的地方我都去了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希望去了解民眾的問題 你去過水源整宅嗎 你去過這個胡田里你知道在哪裡嗎 你看過大安區景安里的這個 這個我們所謂屋頂農場是什麼嗎 我是跟各位報告 我是聽到了 看到了 而且我努力走到 這就是我來面對這場選舉的態度 謝謝 謝謝 柯文哲先生可以再進行追問 時間一分鐘 很遺憾 你講老半天 你還是不願意跟我一樣 公開財產跟收入接受市民的檢驗 事實上你根本也不想再談論 你的競選經費到底要花多少 我想你還是打算用錢來打敗我 更糟糕的是 你還是堅持負面的選戰 好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的競選總幹事蔡正元在臉書上公布我的競選行程和我的市政顧問團名單 這種不正當的手段 你事先知道嗎 他事後沒有跟你講 你同意他這樣做嗎 你知道他的消息到底來源是哪裡 還是你現在告訴我們 你不清楚 你不知道 你也他做的事情都跟你無關 請你不要閃躲 也不要逃避 就針對這些問題回答 請臉書文先生回答 時間三分鐘 柯先生對您的任何問題 我都不會閃躲 而且我非常想要回答 首先呢 對於蔡正元委員 這個他對於 他曾經跟我們解釋過 因為貴陣營有非常多的人 來找我們的支持者 或找我們的朋友 要提供他們官位 要提供他們這個選後的一些這種 好像是說給你一些這種什麼職位 來交換 希望他們能夠來支持你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覺得這個 基本上有點像齊約會選 所以我們希望 蔡正元委員這邊說 希望利用公告的這個 公開資訊的方式 來阻止這種所謂 我們類似這種 就是給你職位 來換取支持的這種行為 那麼當然蔡委員呢 也跟我講過 就是說實際上來講 是有非常多他認識的朋友 從貴陣營這邊聽到這些訊息 來跑來跟蔡正元講 那麼事實上 我們陣營裡面 也有很多的訊息 包括我的行程 也被貴陣營所知道 包括我們參加很多場次 包括我們參加很多選舉 貴陣營都有派人在現場盯 我們也都照相存證 那麼其實重點是 今天這不是個爆料大會 我認為電視機觀眾前面的朋友 看著我們在這裡 我們來爆料 請問你 到底改善了台北市民 什麼樣的生活 到底幫助台北市民 解決什麼問題 那麼我想跟您報告就是說 今天我們要出來選舉 是為了解決問題 我們要面對 我一再強調 我們要面對民眾的問題 了解問題解決問題 而不是在這裡 我用這種爆料的方式 你公我我公你 因為很簡單 我們是在競選台北市市長 而不是全台灣最酸的名嘴 那麼這一點呢 我想跟您報告 這一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也希望呢 從現在選舉 剩大概不到三個禮拜 我們可以回歸市政的這個議題 所以我在此 再一次誠懇呼籲你 你願不願意 我們再來舉辦一次辯論 也可以是三立電視台 也可以其他電視台 我們再來辯論 專門針對市政議題 因為有時候聽到您提一些市政議題的時候 我的感覺好像是在看一個笑不出來的黑色喜劇 那麼我們認為很多人也希望能夠了解 您這些比較奇特的一些市政 到底是從什麼地方出來 也許我們真的可以就這個來辯論 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要把台北市帶向什麼地方 如果您不介意的話 希望您這邊 或是包括您的總幹事 我剛剛看到他也坐在這裡 可以 我們再安排時間 再來辯論 好不好謝謝 謝謝 接下來換到連勝文先生提問 時間一分鐘 我想 柯先生您曾經說過您不是前率 而是墨率 那您也曾經說過 當選市長的時候 就是釋放陳瑞扁最好的時機 那麼當然您現在又開始說了 要重開機 reset 當然過去都不算 現在重新開始 但是我要跟您報告 三菜機 三菜機 三菜機重新開機之後 還是三菜機 它不會變成一個iPhone 同樣的 台北市最重要的 這個淮南市場 必須要改建 那麼您也用重開機的態度 在看待 要攤商不管是零售 批發 都先搬到核體外的 這核灘地上 這些攤商 我會繼續帶您來看到 現在應該是整個辯論裡頭 最精彩的交叉結問的部分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柯醫師呢先問 然後連勝文主答 所以剛才那個段落裡頭呢 柯醫師連問兩個問題 其實都蠻有攻擊系的 一個就是說你要不要公布財產 因為大家都說連勝文是權貴嘛 再來呢 我覺得柯醫師很聰明 他沒有講竊聽的問題 他直接問名單公布的問題 因為竊聽的問題現在是未定之說 所以這兩個問題很有攻擊性 那連勝文好像也是這個 直接在回答 我先問一下韋哲 你覺得怎麼樣 我非常簡單地說 第一個嚴勝文先生 我感覺啦 通常我們去賭博的時候 通常是前幾手輸了 我再希望一把 希望再下一把再抓回來 全下 對 或者是說我希望說 我回來再翻本 嚴勝文先生在辯論中間要求說 你再 我等一下感覺說 都還沒辯論完 你就想要再凹一次 他凹什麼點 他想說你要不要跟我再辯論一次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再辯論一次 這個東西在辯論中間 不是一個好現象 當然我們還沒看完 我們希望說 連勝文還可以有一所表現 但另外一個 他講到三代機跟iPhone 這不是一個好比喻 為什麼 一般人講iPhone給人家貴族的感覺 柯P剛開始講說 我不是怎麼出身決定 我是很平民的 然後你現在講說 你不要用三代機再怎麼樣 他連勝文是講比喻說 你的不是很好的證件 不是因為這樣 都可以怎麼樣 可是問題是 他這個比喻 用那個三代機跟iPhone 不是好的比喻 是是是 我沒有聽錯 他沒有講iPhone 他只是講三代機 他有講iPhone 他說三代機再開機幾次 也不會變成iPhone 柯醫生的問題是說 柯醫生的問題是說 在蔡建源爆料之前 有沒有讓連勝文知道 但是他剛才有沒有 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他有正面回答嗎 我覺得其實連勝文 剛剛某種程度上已經 他該問的問題 該答的問題都答了 因為柯P問的是說 你從哪裡得知的 是 那連勝文講的是說 這個有人去拜票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說 你有什麼什麼名單 那這些人因為這樣 又把這個消息Pass給我們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連勝文 的確是有回答到 不是完全沒有回應的 而且他講的 裡面說什麼 用錢挖腳 用權位挖腳 那完全是胡扯 這很嚴重的指控 為什麼 因為那個顧問團名單 大家去看一看 那根本不屬於連陣營裡面的人 哪一個事你告訴我 但是這個 這個 其實就挖腳什麼 有重權位 就是因為他們不是連職 他買這個東西可以為他們關 是講這個 你聽錯了 他們兩個之間 這個連勝文的問題 有在閃躲嗎 我認為這個是辯論當中的技巧 我可以同意 他用這樣的方式處理 比如說他就沒有回答 他的選舉經費的這個事情 他四兩波千金 但是這個是你面對方式的 一個處理方式 他就轉移到他自己想要處理的方式 他沒有去把他 比如說我的經費 他就質疑你現在廣告這麼多 你錢應該這麼多 你要去公佈你的 他用他的方式去回答說 那我講的你也不願意同意啊 他用他的方式去回答 你可以說他在這裡面迂迴 或是四兩波千金我同意 但他用他的方式回答 那談到這個蔡振元的部分 他其實已經告訴大家 他事前知道了 因為他告訴大家 他說 蔡振元一路告訴他 他是拿這個過程當中 他把他那個價值已經講了 就是換官位等等等等 他就把這個價值講出來了 所以他是事前知道的 那事前知道了 這個狀況下 他沒有說同意跟不同意 也就是說他概括承受了 今天蔡振元所做的一切 他沒有任何所謂的 閃躲跟逃避 因為他的這一番陳述 他已經知道了這一切 然後他也讓他做了 我認為他在這裡面 他把所有的問題 你可以說四兩波千金 但某種程度上 他也把這個問題 轉到了一個狀況 我不同意剛剛黃偉哲在這邊講的 那個要求辯論這件事情 因為可能只有一場 他只有在這個方式 才能逼著這個 這個柯陣營 再繼續再增加一場 這對他來講 他必須要做這樣的事情 某種沒有機會 可是我要回來說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大家今天 在一個所謂的切聽事件 跟名單有關 大家是一件事情兩個論述 因為其實呢 連勝文在回答說 他有攻擊的 他直接就說切聽事件 是政治的詐騙 那後來柯文哲 才問他蔡振元的事情 所以大家其實都想談這個事 只是呢 大家各取自己所需要的 對 但是現在 切聽事件發展到現在 對柯文哲不利啊 所有媒體都知道啊 對不對 柱姓老闆到現場 去被警察傳去說 我現場 我到11月4號下 我都沒看到 就是說其實柯文哲自己也知道 現在陣營對他不利 所以他不談 他不提借聽 他直接講名單位置 對 因為現在已經臉 已經有點灰了 因為有人已經在質疑 他是不是自導自演 那我們當然不一定會這樣講 可是柯文哲知道 到目前為止對他不利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連勝文一直想把他拉回來做 我的政策跟他最大不一樣 是我的可以實施 他忍不能實施 我覺得 我要補充一個東西 我覺得 韋哲兄一開始就說 他是因為 他感覺他輸了 所以要加一場 不是的 他是因為感覺今天大家都在 互相攻擊 沒有太多時間 討好的談 政見 他希望再找一場 專門講事證 我認為他是在這個地方 是 不過 居然我們打過辯論 如果下一場的話 還是互相罵對方 這一定是確定的 我覺得今天如果 談到竊聽事件的話 我真的很想問姚立民老師的事 他第一時間說 有兩組竊聽器 他道歉了 竊聽器在哪裡 他道歉了 對 所以如果前面都沒有 那這樣去放假消息 這是什麼樣的成績 這個部分就是柯P的陣營 他的幕僚們 沒有替柯P加到很多媒體 因為 這是切哥嗎 這是切哥 不是 因為剛開始柯P的講說 有多少證據講多少話 可是他陣營旁邊的幕僚 有人可能是覺得 見戀欣喜也好 或是別有所讀也好 他講他衝太快了 蔡陣燃講的連勝文蓋瓜承受 這個姚立民講的 這個柯P 切哥 是嗎 董哥是這樣子嗎 你覺得 連勝文要怎麼講 連勝文對蔡陣燃 他講說我不同意 那就不行啊 只要講說我事先知道啊 是 董哥你覺得 所以你知道柯P在裡面 有非常多的切哥 他切哥 他的身分證事件 是 身分證他沒有撕嗎 當然有 他撕的是贏本啊 怎麼沒撕啊 所以我們這個現場非常熱烈 我們今天做現場 必須要準時進廣告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哈哈哈哈